今天視線狀態不佳 正當特斯拉駕駛右轉時 卻發生了突發狀況 一名男子騎著卡塔掐 從對象車道同時間也鑽了出來 車主還來不及反應 車自己已經重重盾了一下 能不妨開啟自動煞停 雖然免去一場災難 但才剛新擴大的安全功能 讓車主嚇了好一大跳 受到一個小小的驚嚇 真的好家在 車主把影片PO上網 直呼阿彌陀佛第一次觸發煞停 小弟我嚇了一個不輕 網友看完影片也留言 撞到後你會嚇得更重 因為我的注意力完全是放在 那個影片上面 錄擋住一半的三角 覺得這個功能是蠻有用的 他透過不斷優化 他可以偵測的對象跟路況 是越來越多 像這一次的這個影片當中的路況 我想他就是擴大了他的偵測範圍 還有他試用對象之後 其實非常好的避免掉一場車禍 除了特斯拉 新生安全功能的車款 還有他 天色暗暗的晚上 看到模擬假人一閃而過 車馬上瞬間自動煞停 另一個功能 則是偵測到前方的車停止 手動模式下 新款福特電動車 也能幫車主加大力道 繞開障礙物 下車之後 我們只要按其中任一個鍵 駕駛明明在車外 按下車鑰匙 KIA EV6電動車 就能變身遙控車 開始自動打起方向盤 自己把古道車 暗暗穩穩停在車格中 至於最新國民全電車N7 則用手機APP 就能遙控冷氣和車門 隨著科技演進 電動車新功能 各加比拼 TVB的新聞 你邀請呂中於台北參謀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